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如是我聞 今天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Jack Green 大家認識的 一位是紀圖的老友 現在都是老友 今天不是準備講什麼太空 UFO那些不是 又不是講什麼女模 反而是講香港人都很喜歡聽靈異故事 靈異故事呢 現在在電台晚上什麼都有的 我們是可以晚上聽的 你自己不是現場聽 你今晚聽都可以 裡面我們講很多所謂靈異故事 一定是解釋不到我們 你比較用一些科學方法來講 因為可以解釋得到 是啊 解釋得到 那紀圖呢 有很多這些靈異故事 先講了你日本的祝福 下星期你去A.N.A. 是啊 那個東京電影節 其中很多年前的一個經歷 我說那個 一開始講 我都會 我都會怕我自己無骨 因為那個經歷 那個靈異的事件 我初初經歷了之後 歇了一陣子都不以為然 因為我都不是很怕鬼的 但是那個經驗 很親身的切身 很實在的 你意思是 很實在的 你會看到天內有天 為什麼這樣講呢 用簡單來講 就是那時候1989年的十月 那時候我們就是 有些電影 參加一個東京電影節 也都安排了他們 給一個酒店 在六本木那裡 那個叫A.N.A. Hotel 在東京最旺的地方 是啊 那他旁邊有個電視台 那時候我們就想過住 一年十日 那我就第二天 十日 住了十日 住十日的 因為就是我 那時候就是跟徐克 程曉東 大家一起去 那時候徐克先生 他那一刻就做評判 所以住高一點的那些 那我跟班的那些 也是 都是那時候 跟班的意思就是 你是 因為我跟著他一起去 還要當劇盤 那就是跟班 是 你 是這樣的意思 二十四個人 那他最主要 不知道為什麼 那間酒店 風水問題 我們應該都覺得 不是很奴隸的 我住那間房 我見到 就是有三年都還窗的 單人房 雙人床 但是我一個人住 那他就一個 哇一開 哇正啊這個位 這樣就看到外面那條大街 然後你那邊 哇這個正的一開 咦 立刻關上他 為什麼 因為轉到一條馬路 後面 是那些日本的那些墳場 是啊 是啊 是墳場 好像那樓 那樓 就二十幾樓 但是我住的應該是十樓 那裡 那裡很自居的 很自居 沿著那個山 我想大家都知道 哪裏附近來的 簡直是青山通 對上的那間酒店 貼著那個山 看到有墳場 那沒什麼 我也不太害怕 拉上窗簾就算了 那可能整個工作的期間 十天裏面都比較忙 緊張 而且搞得很累 嗯 前面都做了一些事情 不要說這麼複雜 那就直接說廣夜的那一晚 是 那那一晚 我去完那個 有個通宵的書店 差不多我想兩點多的時候 嗯 又回到那個酒店那時候 就已經累到飛機了 嗯 就是把東西都放在那裡 洗完澡就立刻睡覺 那誰知我一睡到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感覺到自己 好像沉了下去 嗯 一睡的時候 但是那個意識都還未曾入睡 但是 那個肉身很累 感覺到好像有些東西在拉著下去 嗯 拉在那裡 拉著整個人下去 那個床肉那裡 對 哦 那你拉的時候 而且我亦都發覺 我的身體好像不能動 哦 硬了 是啊 被鬼窄 但是呢 我就想張開眼睛 因為我多時候還沒睡 想張開眼睛 那剛好弄呢 就 拔不出眼睛 哦 拔不出眼睛 是啊 就是想著要睡覺 那時候 拔不出拔不出 那時候我還未睡 就是意識都還醒的 那 那 在這裡弄一下那時候 那時候突然之間 那我 就這樣彈到起來了 那我彈到起來的時候 就說什麼事呢 那樣就是 你都很強意識想彈起來了 是啊 那彈起來的時候 然後便轉到另一邊再睡 誰知呢 一直到時候又再沉 沉了 又再被拉下去 而且打下去的時候 我打開眼睛時 有一隻眼睛擦開了 眼睛擦開那個時刻 感覺到就很有趣了 整個要看得見那個就會變了型的 好像那些整個影像是拉攝了下去 那個也不算是很害怕的 但是我覺得很怪的 這樣扯扯下的時候 因為那個另一邊是我沒有散場 那時候有一些車燈那些 你住幾樓啊? 10樓? 10樓那些車燈? 現在在這個環境 那些是這樣掃過的 因為它那個有個天橋的車燈那些 直接就在那個電視台的旁邊 好像TBS還是NH的那個電台 照那時候我看到好像有個影子 就打到一個牆那裡 但是很隱隱約約 是一些古裝的 日本那些古裝武士那些 是啊 古裝 是啊 而且那個都是一個叫我視像 我當是幻覺 但是在那一刻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最大的 那個生理的感受 就很強 就是感覺到好像有一些很尖的東西 刺 心口 刺住我的心裡 都是的 尖 痛的 很辛苦 很辛苦 那時候我已經有掙扎了 都覺得是有點不妥 那時候不斷刺 那時候我是不是被鬼殺呢 總之我在那一刻 我沒有人教訓 我立刻掃號碼 我立刻要看我有沒有辦法 調發起身 數了嗎 一天三星 不斷數不斷數 其實我不是很久 數到十幾個字 就整個打起了 那當我打起的時候 就發現不妥了 立刻走進去那個廁所 洗臉 清醒 對 把燈都開了 那時候我很愚蠢 因為我不是很懂日文 但是 Lan des cao 他跟他討論 Lan des cao 總之用我的最原始 所識的東西說 搞什麼 然後那個意識就是 不要搞東西好嗎 就是怎樣這樣說 不要搞你 總之都開了一部電視 開了一部電視 令到整個房間 有光有影 有聲音 那我就放心 因為我都沒有想著奪門而出 走啊 就是覺得是有古怪 不過這些古怪呢 不好意思 那你那個 在牆上看到的影還有沒有存在 只是納了一納 那個他應該看到那個影 他就戴著 我想是將軍營的帽子 那個革命 這樣就 癢了一癢 那那個之後呢 那我就 亮了燈之後呢 然後呢 那我也不知道要死 繼續再睡覺 嗯 那沒事了 那這件事呢 不過呢 原來還有一個下毒的 因為隔了很多年 因為我回家也有問一些朋友呢 就說這些 問什麼 有人都說 哎呀你中風的 中風 有種的中風現象 就是這樣 那我不知道啊 都沒有理會 總之那時候沒事 但是呢 就差不多十幾年之後呢 那有一次呢 那我跟一個 住在日本 我想啊 儘管你都很認識的 那個 一個日本的NHK的製作者 嗯 住在香港人來的 因為他在日本製大 他已經住在香港 拿到香港身份證 嗯 那他就 那次講起這件事 嗯 那他講完之後呢 那他都立刻講 哦 你見到那些東西 我可以補充一些資料給你 是 你見到那些東西 的確應該是真的 是 還有呢 你被刀的那把呢 那把是一把日本刀來的 嗯 他說何解呢 他說你應該見到那個 那個笨牆呢 那個笨牆不是狀人 是狀刀的 哦 刀寵 對啦 那個地方就是刀寵 嗯 他說他在NHK那裡去做事 如果做通宵的時候呢 他們有時候會留在公司的那裡睡覺 是 那麼他都說呢 他睡覺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 你去整天呢 你拿一把刀都好 怎樣都好 拿一把刀的形象 就 你睡覺那個地方 放在你的頭頂那裡 他說這樣會好一點的 會拼命 那個地方叫刀寵 所以你那個經歷呢 這種經歷呢 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來的 哦 聽過了 聽過了 他說他立即回應到 那我覺得 哇 相當之奇怪 因為原來那個是藍田文后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這事件呢 這個呢 我都很多時候會告訴大家 因為呢 第一 我確實的經驗 還有是 有那個後續 找到那個事件的關聯 是刀寵 是的 刀寵來的 還有呢 就去到差不多四年前 還有一個大半年 嗯 原來在這間酒店 還有那個NHK的中間 有一個廟的 有一個廟 那個廟呢 是一個很古老的 應該神道的廟 那我想 那些聽眾朋友呢 你真的可以上去看 是 為什麼呢 四年之後呢 我去那裡 我去看那個地方 還有那個是那裡 我做Research的 嗯 原來呢 那裡呢 有一個碑 那個碑呢 就寫了 紀念一個人 嗯 你知道紀念那個人呢 原來是一個中國人 江湖時紀 那個叫陳蓮斌 嗯 有名的姓 有 是他的弟子 幫他立了一個碑 在那裡 而這個陳蓮斌 是什麼人呢 是什麼人呢 現在這樣就想 大家都馬上 哇 這麼奇怪 他就是 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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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祖師爺 是嗎 是嗎 陳蓮斌 陳蓮斌 柔術的祖師爺 祖師爺 因為他有三個浪子的徒弟 那個三個浪人的徒弟 是創了柔術出來 然後就在那裡 就立了個碑給他 因為這個陳蓮斌 就在江戶時期 那時候就是德川家光 第三代的江戶那個 那些漢學的那些 學術的那些老師 那裡 因為我們就是會 去拍一部電影 講他 做research的時候 那些日本朋友 就帶了我們去那裡 原來有個這樣的卑樣 還有在那裡 現在在那裡 現在在那裡 所以 因為這個陳蓮斌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祖先 這個 是誰 他的祖先就是四大財子 陳貴尚 是嗎 陳貴尚 是宋朝 這個是名末 陳元 元 元就是元朝的元 元 元就是一個特別的 是文武 文武 那個元 下面做多個背殼 哦 所以整件事 對我來說 我覺得既是很靈異 原來還有一些關係 傳到 然後永永中 可能我在那裡 1989年的經歷 到今時今日 原來 有意思 這個很奇怪的 現在你說 將會回到日本 下星期 是啊 都會住這個酒店 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 因為那個 也是東京紀念節的安排 嗯 那我問過那個導演 他都說是肯錄本木 我想大部份都是那間 是啊 如果是 你會怎麼辦呢 他沒事 是罪咎 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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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贊助他的教導 哈哈 你呢 你教導了他的一個方法 是 準備定一個攝影機 是 是啊 因為其實 靈探技術 是啊 靈探技術 其實很簡單 其實 要不你就要跟他講數的話 而你又未有靈力 或者未受訓練 通常大家都會拿一部機 叫做電磁場探測機 是 有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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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回來的 但是那部電磁場探測機 好像一個遙控 那樣 那個尺寸 那他可以是跳字 或者可以指針 那樣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電磁場 我們四周圍都包含一些 是 電磁場 或者磁場 都有 其實分開兩種東西 那其實他那個 功用呢 就是說 當有一些 不尋常的電流 或者磁 磁波 磁波 經過的時候 那他就會顯示給你看 是 超過幾多 那樣 是 即是可以 零至到幾多八 那就是那部機 那超過幾多 那就是 解釋不到的原因 但是你一定要找回 通常都不會有發電站 那麼大才可以出到這樣的電流 那你就知道 究竟他是不是一個 一個解釋不到的現象 所以這些我們就經常去 去靈探會用的東西 我們甚至乎可以用 這一類的技術 可以跟他們去溝通 這個就是這部機 機很多種 但是這個會是那類型的東西 這個不是幫他們說過 剛剛之前有個朋友介紹我 這類型的東西 整個不貴的 哦 是啊 這樣 它有個Digital 有個Digital 是啊 因為如果指針那個 就叫做Ghostmeter Pro 那一定用Pro那一隻 那個會更準確一點 Ghostmeter Pro 其實也是一些電視長機 來的 不過它又加了一個功能 就可以跟它溝通 哦 就是譬如說 溝通的話 你是男還是女 如果你是男的 你就斬一下燈 它會有斬燈的功能 哦 或者有BB聲叫的功能 也都可以叫它 悠悠悠之真 就是不同的方法 就是給它一個溝通的技巧 是 等它回答你 是啊 沒有靈力的人都知道 而且機器不會騙人的 是 是 你做什麼 來搞我 都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你 那那個呢 就算是真實搞你 它都沒有愛意的 是 就是我這樣聽你說 它只不過有些人經過那裡 就去了那個附近 是 那它都覺得有些陌生人 嗯 它只是跟你有些惡作奇 我都是這樣 理解 理解 因為我想它是一種示威 是 就是一種示威 一天兩個地頭 是的 那時候 你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表示 嗯 就算一個叫尊敬之心 都沒有 都沒有 那它就 那你有沒有 第一天拜拜 那個廟 我不知道那個是誰 哈哈 哈哈 它不是屬於那個廟的 它應該屬於一個寵 可能 或者我看那個 那個影那個 未必是它做 或是那把刀自己都不聽 哦 因為其實呢 全世界能量最好 因為意識是可以給一些石木 金屬和石頭 三種東西 全世界吸引能量最好的 石木 石木 石頭 石木 金屬 金屬 是的 金屬去的 那大家 那些屋子 或者一些東西 蛤 疑神疑鬼 是不是有鬼 有時候是這樣 但其實我們拿一部電磁場機去 嗯 又沒有反應的 是的 但是那些事主 口口聲聲說 很奇怪的 是的 這個又可以解釋一下 有時候唯一就是 因為 因為其實有很多能量 被這些石屎 是的 那當你很累的時候 你就能接收到 所以為什麼這些舊屋呢 因為它用實木 現在我們 比如加拿大 美國 那些合成木 都是木 那它就可以吸收靈異的 energy 而且香港的石屎已經是有石屋 其實譬如說 有時候你們去一個地方 能夠做到什麼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你不知道那裡有沒有的 那時候其實你可以分一些薯味草 打開槍 白色薯味草 薯味草有百多種 有些是可以吃的 有些西餐的薯味草來的 但是用白色的薯味草來分了房間 那就是希望可以燒著它 用佛南的煙 是啦 一棵一棵乾草來的 一個植物燒了去分一下房間 這樣又會好些 那些畢就是一棵的那些 中國人就是點香 都是分的 其實全部是燕燻法 燕燻法來的 這樣 不過這個呢 剛才我補充你那個劍重 這個在金融瑪俠說裡面 這個獨屋求敗 就有劍重了 有劍重了 你記得嗎 撞劍 將它最初那個劍 後來是重劍 獨屋狗劍 最後拿著什麼都是劍 就將它放低了 放低了 然後留下了那個 它對那把劍 對它用那把劍的時候的心情 還有它的感受 因為那個刀寵 大部分 我都聽到 那些刀就是 在日本的戰局時期 很多的武士 或者很多叫染了血 或者那些刑具 即是寶福那些刀 當它的任務完成了的時候 然後日本人 都對它有一種叫做敬仲 曾經都幫它做過很多事 於是就遇到它 所以去到那一刻 我們去那裡就沒有大沒有小 所以我知道這個經歷 令到我會知道天外有天 所以很多時候 你去那個地方 入屋就是叫人 入表就是拜神 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 這是表示尊重的 尊重的 而且其實如果剛才 你不能動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堅持一下 你就可以靈魂出血 靈魂一下 怎樣都可以堅持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去學靈魂出血的時候 我們一年級就要學過了 就是學魔法的第一年級 其實靈魂出血方法有千百萬種 有些有宗教式的靈魂出血 是 但是其實 而講西式的靈魂出血 其中有一個門牌 最出名叫做 Robert Monroe 羅門靈魂出血的方式 這個人就發現了 原來當一個人 那個精神上 還是清醒 但是肉身很疲倦的時候 就像剛才你這樣 就會很容易去到一個 那個叫做睡眠麻痺的狀況 是 這些是正常現象 是 但是 很多人因為害怕 就掙扎 就會起碼整醒自己 但是如果你能夠做到 這一件事 而不掙扎 有它 繼續發生的時候 當事情繼續發生 你就會自自然而 你的意識就會飄出來 飄出了那個意識 噢 飄出了意識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切的東西 噢 那些人練 死練難練 就是練這一件事 嗯 你練了靈魂出了效 就是 看回自己 看回自己 或者你看回家 那些什麼 都看到的 在外面 那一個 因為我們要考試 所以我一定要出到的 噢 是啊 考試 不是 他有讀了課程 考試 真的 我是考什麼 我怎麼知道 OK 我有幾個老師 其實 因為幾個門派都要求 有靈魂出孝的技術 你要考得到 他才會再下一步 不然你考不下去 走不下去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靈魂出孝的 讓自己短時間 好了 到考試 其中 我跟過幾個不同的老師 其中一個老師 他是鬼婆 不是 鬼佬鬼婆娘夫婦 他在英國住 我從來沒有去過英國 那些小鎮 他要我告訴他 他這間屋 他特意 收買一件東西 那件東西是什麼 放在哪裏 在他身處 他家裏 這個是測驗 是啊 他考 放在哪裏 那件是什麼 你具體告訴他 怎麼說 你家裏買了一件新的東西 鬼知什麼 那你在香港 唯有靠在香港 用靈魂出孝的方法 去尋找 那件東西在哪裏 在什麼 那這麼遠 坐飛機 還是坐火箭 是啊 靈魂出孝一想 即想即到 即想即到 真的這樣 還有一件事 我發覺 靈魂出孝了的時候 是不用戴眼鏡的 嗯 有了視覺 有了視覺 即是我不需要 唉等等 我想一下眼鏡 然後出發 不用的 不用的 總之你的鍊一到 就會到的了 那你 他有沒有講個地址呢 有 我只是只有 他沒有一個具體的地址 他只是告訴我 是英國哪個郡 哪個區 嗯 你去過嗎 我當然沒有去過 真可憐 那怎麼找到呢 靈魂昌跳 跟他做連結 嗯 跟老師做連結 嗯 接著我就去尋回他的屬身 肉身在哪裏 你去找 他那時候的老師 兩夫婦在香港 還是在英國 在英國 在英國 是啊 是啊 特地在那裏等你 特地在那裏等你過來 等你的靈魂過來 是啊 於是乎 那一晚 所有同學一齊去他的家 哦 是啊 對 然後大家 大家拿功課 寫下 然後拿功課 老師來香港的時候就對 是 各有各人的功課 答案都不同的 你去找那件事 嗯 還有B軍 C軍 總之不能抄 不能抄 不能抄的嘛 嗯 好了 一之一大家一交功課的時候 我們只有幾個人而已 嗯 交功課的時候 大家 沒有合過 耳口和聲都說 OK 多了一塊石頭 嗯 哇 你的石頭上面有個想架 嗯 在哪裏 你的想架 在一個想架附近周圍 嗯 因為我摸到一些很冷的能量 嗯 因為其實 就這樣靈魂出去 要看而已 嗯 但是你要認識那件事 感受 嗯 所以我們要練習手感 嗯 手感我要感受到那件能量 是冷的熱的 嗯 多 少 是吧 強 弱 究竟是怎樣 這個是要練習回來的 嗯 這些真的不能偷懶 是 所以他一條題目很聰明 嗯 考我們幾樣東西 嗯 我們說 就算不是中 都是中了那個方向 嗯 整班同學全部都是這樣說 嗯 你說多奇妙 寫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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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能出貓 嗯 那不能 就是不能 我又不斷說 沒有 沒有發覺 沒有發覺 就是總之你們去 只有合格 合格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來做 做完之後 第二天 第二天 十二點前 你的老師是否 那些呢 吃開米底是否真的這樣 後來他拍了一張照片 他自己證明 是 他真的放了一件事 他就是放了一塊石頭 就是多了這件事 是啊 就是個人的功課 其實也是在說這件事 就是每個人都合格到 合格到 就是看看具體程度 嗯 是吧 另外一個老師呢 就考靈魂出竅的時候 靈魂出竅的時候 靈魂出竅的時候 我要寫下又見到些什麼 我的感受是些什麼 嗯 那那個感受是沒得騙的 所以變成不能亂寫 作東西他看得出的 總之 總之我們呢 靈魂出竅之後呢 就約定了一個地方 嗯 而那個地方呢 老師會繼續跟我們上課 在那裡嗎 在一個空間 就是靈魂上課 不是靈魂上課 靈魂上課 其實我們很害怕的 初學者呢 初初成功的就是 很多人失敗 就是因為太興奮 是 以為做到了 一興奮就回去了 是 又不行了 當然練了很多次了 有情緒干擾 是吧 太激勁 又不行的 好了 其實來說 最難忘的就是 怎樣走出自己的房間 是呀 沒有肉身 是呀 那開門又開不了 沒有手了 那怎麼辦呢 於是乎呢 悲傷飄脆 很害怕的 你試試一下 是呀 總有這些恐懼在那裡 那些雜星 其實我是第一次 是 好了 閉上眼 我退後兩步 一跑出去 那就跑去 很壯場 不會呀 有什麼 出去看到什麼影像呢 其實基本上呢 就分開 初學者 通常都會在一些現實界裡面的東西 嗯 但是一些東西會流曲的 譬如說 這間房間這樣出去 可能電視就會去了那邊 嗯 即是有些不同的 或者條路歪了 或者 這裡本來有條路 沒有條路那些 那些 會見到一些 但始終都是屬於現實界物件上面的東西 是 再深入一點的話 如果你走到一塊鏡子裡面 嗯 啊 鏡子怎麼 其實真的很悶 嗯 因為整個世界 有99%是靈界 嗯 現實界有物件 就像我們這樣 有時間觀念物之中1% 嗯 你說走出去鏡子那裡 你去了哪個界別 什麼時候 你全部可以控制的 理論上是這樣的 嗯 甚至乎 你靈魂出竅得 很高級 很advanced 甚至乎你走回去 前世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 很傷心 因為你們兩個 因為離開了現實界 就沒有時間空間的了 就算方向片 那個星際啟示錄 也是這樣 沒錯 回到書房 是呀 就會是這樣 所以變成 其實我們下一個 就是第二個老師 就會考我們 看到些什麼 嗯 上課講過些什麼 嗯 又是都寫出來 沒有得騙 接著限時 E-mail給他 嗯 那就最沒有得騙了 嗯 這樣咯 原來真的 為什麼會 而口同聲 都是講這樣 是啊 很奇怪 那今天時間 差不多 講了半小時的了 差不多是我們節目 下一節這麼好聽呢 就仍然要兩位講一下 嗯 各有各的經驗 嗯 好嗎 好 今天這一節是這樣 那下個星期呢 仍然繼續 今天星期三 是 應該是星期四 買客廳的 但是呢 現在直播了 就下個星期呢 可能星期三 可能星期四 大家繼續收聽 嗯 於是我問裡面呢 這兩位呢 講講一些奇異的事給大家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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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